清泉 这个五丰乡土地最广 人口最多 自然环境最优美的陶山村 历史的因素幽进了东北少帅 却也因缘际会成为作家三毛的写作梦 三毛原名陈平 祖籍浙江 1943年3月26号 生在重庆 是律师陈四庆的娇女 1983年到1986年 在清泉租住红砖 位置就在少帅故居上方的山坡上 面对上平西 取了一个最佳的景观 三毛在清泉译作美籍神父丁松青的作品 作品描述 在清泉租土的山区岁月当中所发生山地部落风土民情感人的事迹 他异作和创作的红网癌房 三毛给取了孟独的牙 山林玉秀给了三毛文师全勇的写作控制 三毛死在1991年 享年48岁 现在的红砖屋属于私人产权 门窗几地 已经没有人居住 孟屋的旁边已经有咖啡座营运做起生意 孟屋依然属立在清泉 除了留给后人无尽的沉思和怀念之外 也为清泉这个观光特区 添上了文学的底蕴 张学良故居旧址的前身 是台湾总督府 勤行报国青年队新竹训练所 日军做来训练台籍日兵的军事场所 当时就是温泉文明的地方 称作井上温泉 优质的清泉 PH值7.7 属于弱减器 可以浸泡 也可以食用 张少帅每天都要泡温泉 他在世高达101岁 清泉当地的原住民就认为 是泡清泉温泉的效果 新竹县政府 现在已经将原来温泉头出水口旁 整建成凉体泡脚池 为了维持温泉优良之地 整个清泉地区只开放一家 公办民营的清泉温泉泡汤场所 简洁的外观 地上铺着纸滑的岩木板 泡汤区也分为客人隔间池和大壮池 天然纯真滑脂 是清泉温泉 最大的特色 泰满 华丽的温泉 让炎炎夏季 来到这里的泡汤客 有着一片清雾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发ank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